黃曙光也涉嫌泄密 他也是有被告 那他應該要先辭 他的潛艦 就是潛艦召集人的職務嗎 馬文君委員說 其他人誰誰誰 也是泄密的相關人 那就表示馬文君自己 也自成自己涉入泄密的案件當中了 我們絕對沒有張牙舞爪 因為張牙舞爪 是一個很生動的形容詞 如果我們像這個陳鈺貞委員 在委員會裡面這樣 那他說我們張牙舞爪就蠻公民的 但我們很理性和氣的 來提出我們一些疑問 馬文君真的是 如果媽祖是天后宮 這個馬文君就是潛水艇之母 我沒有看過有一個人 這麼愛管潛水艇的 真的沒有 你很難想像 他從外表到內莊 從鋼鐵到設備到馬桶 在機密會議 我光坐在那邊聽馬文君質詢 我就可以眼睛閉著 看到那個潛艦未來的樣子 馬文君跟黃曙光最大的不同是 一個是在推進 一個是他以監督之名行拖延之使 我不太理解這兩個如何 何以相提並論 當然就是知道秘密啊 但是知道秘密 好恐怖喔 因為他會給韓國 或者是給其他國家 這個才是問題 立法委員開秘密會議 本來就是要問一些 不方便跟大家講的事情嘛 包含像我們那個時候在討論 我想時效已經過得差不多 以前我們會問說 潛艦的紅區設備到底到了沒 報紙說沒有 結果機密會議說有 那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訊息 我們飛彈到底買多少錢 報紙說好多錢 可是機密會議說沒有那麼多錢 或者是說這筆錢還加了什麼飛彈 加了什麼戰車 機密會議會做這件事情 那報告完之後 我們委員會去質詢 問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很奇怪 馬文君真的是 如果媽祖是天后宮啊 這個 這個馬文君就是潛水艇之母啊 我沒有看過有一個人 這麼愛管潛水艇的 真的沒有 你很難想像 他從外表到內裝 從鋼鐵到設備到馬桶 那機密會議 我光坐在那邊聽馬文君質詢 我就可以眼睛閉著 看到那個潛艦未來的樣子了 因為他就是從頭到尾都只在幹這件事 美國賣軍火裝備給我們 他在質詢潛艇 美國跟中國什麼樣的南海局勢 他在質詢潛艇 還記不記得那個時候COVID-19的時候 我們有一艘船船艦出去回來染役 然後 對 團石艦 團石艦 對那一次也有秘密會議 然後馬文君在裡面問潛艇 反正他就是什麼題目都不管 我就是要問潛艇啊 好 那於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秘密會議拿到的資料 送去給韓國 所以不只被韓國 不只害那個跟我們合作的公司被判刑 被 那個負責人被抓 對被抓之外 然後他們還媒體出了說 是因為台灣的國會議員 一個姓馬的把東西給我們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人 到底適不適合當機密會議 今天送韓國 明天會不會送中國 這個我們不知道 所以呢 民進黨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人是吳征 還在努力中 加油加油 這個馬文君21號排 國安局機密會報 會議內容 直指國安機密的核心工作 但馬文君涉嫌 潛艦陷命案司法案件 當事人卻沒有利益迴避 這個其實跟王毅川 吳王這兩個人 一個打馬文君 一個打王毅民 但這兩件事情 都是在講利益迴避的事情 那我們先看王毅川講什麼 王毅川說 王毅民跟兒福聯盟高度相關 卻排專案報告 坐在衛環委員會的主席台 造勢者變仲裁者 而且同時加碼指控 十年前衛權鼎心黑心油事件 王毅民擔任趙偉石 開會五秒鐘就強制要求上會 阻擋立委質詢 根本是護航門神 那在我們節目進行的 剛剛不多久 沒多久 他們兩個又開了一次記者會 因為他們兩個回應 直接加碼回覆 待會兒會跟大家講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說 那總統府 國造潛艦專案小組的召集人 黃曙光同樣涉嫌涉密哀告 應該要先請辭 黃曙光沒有把東西拿給韓國 黃曙光在你的案子裡面 作為證人出席 黃曙光在做台灣潛艦召集人 他的工作是讓潛艦 真的能夠用 真的能夠做 事實上也做出來 用出來 那馬文君跟黃曙光 最大的不同是 一個是在推進 一個是他用以監督之名 行拖延之史 我不太理解 這兩個如何何以相提並論 黃曙光在他的工作 生涯裡面 我沒有看到有一天 是當務潛艦進行的進度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你要這樣子講也可以 但黃曙光到底做錯了什麼 立法委員 法律是要求司法的底線 那立法委員的道德感 應該要比司法高一點 這樣你修法才好 結果現在是你已經被司法調查中 你說沒有是司法的錯 你的水準比較高 我覺得這樣子 對立法品質來講 會有一定的影響 另外根據這個鼎心門審的指控 王玉銘說 黑心政客跟黑心食品一樣 可惡 請王毅川立即道歉 否則不排除提告 結果剛剛 他們兩個又開了一個記者會 號稱這個叫COMBO COMBO就是連續記的意思 意思是他們公布了一個 時間很長的影片 那其中呢 就是王玉銘說 現在開始質詢 然後林淑芬就在旁邊 喊丁心丁心 然後王玉銘就說 好那現在 他本來講 本來要叫 不知道叫鄭魯芬還是誰 現在請鄭 然後他旁邊 林淑芬一直在講 那我們現在結束 我們現在宣佈上會 然後林淑芬就在旁邊 在那邊還說 還在抗議 怎麼就散會了 我跟大家講這個邏輯很快 他先散會 過了幾天之後 王玉銘還自己質詢 他就問說 丁心那幾桶油跑去哪裡了 護航 結果那一些油跑去哪裡 他 官員居然是套招的 就說那一些油 去到什麼 南 去一家公司做肥皂 結果換林淑芬上來的時候 你要確定 你剛剛講的要負責任 全國都有吃到 結果問一問之後 10天後真相大白 那些廢油全部都 進了大家的嘴巴裡面 王玉銘就是當時被公認的 頂心門神 而且是招偉 而且他不讓林淑芬質詢 對 而且他現在還可以否認 我一直不能理解 王玉銘到底是拿什麼 對啊 好奇怪 他是不是有朱立倫的 什麼犯罪證據 還是什麼的 我就 就是有什麼把柄在他手上 為什麼一定要提名 你當不分區 現在知道了 就是因為他 他驍勇善戰 而且臉皮過後 了解 感謝3Q的分析 感謝3Q的政治分析 那我覺得就是說 當王玉銘呢 你都已經影片被調出來 直接拆穿你的時候 你竟然還可以大言不参 而且你明明是頂著 哇照顧弱勢 照顧兒童 靠著這樣子的社會福利工作 然後登上立法院殿堂 這樣子的一個人 結果哇 狠起來比所有的打手 還要更打手 比政黨 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 這個我要請教一下 北辰將軍 馬文君開咪咪會議 然後王玉銘開這個 魏伯伯來專案報告 這個現象真的 國民黨也幹得出來 國人真的可以願意接受 這樣子的國民黨立法院表現嗎 其實馬文君在國防委員會裡面 因為他之前有泄密的嫌疑 還沒有判定叫嫌疑 所以他如果當了召集人 在主持機密會議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是一件事 就是今年的國防外交委員 在國防機密會議裡面 是聽不到什麼機密的 因為國防部 一律用英文用代號 絕不用中文 他不能跑出來偷問 對 你只要用英文用代號 而且那個代號 不要用所謂的 Google上查得到的代號 用所謂商業上 或是軍事採購上的代號 那馬文君就看不懂 馬文君就看不懂 真的 不要說他看不懂 連我都看不懂 真的啊 陸軍的我看得懂 海軍空軍我真的看不懂 所以說變得很多的國防外交委員 進了機密會議以後裡面 會物理看花 會物理看花 誰害的 馬文君害的 是馬文君害的 為什麼 我幫將軍證實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現在質詢的時候 那個部會報告都是一整本嘛 對 你知道機密會議 被馬文君玩三次之後 他們現在只出一張 有問題自己問 沒錯 沒錯 哦 他們現在就真的只出一張 有一次軍過他就一二三四四個項目 各多少錢 要問自己問 沒錯 沒辦法 因為我給你資料 你給我帶出去啊 那馬文君還是可以用問的 然後偷抄啊 沒有 問的話他聽不懂啦 聽不懂 真的 那個在素質跟認知上有問題啦 連問都不知怎麼問起 對 他聽不懂 他只 煩躁 煩躁 我只親我眼躁 什麼叫煩躁 他還要問半天嘛 對 況且還是用英文 那會很麻煩 楚音也是外交國防的耶 楚音會問我 我現在終於懂了 為什麼今天馬文君 他在尋打的時候 有要求這個機密預算 因為他說 因為除了我跟王定委員 是連任的立委之外 我們很多都是新委員 你們在機密預算的部分 要寫得清楚仔細一點 我終於已經懂了 謝謝將軍 他哪裡沒當擋鍵盤 因為他看不懂 因為他看不懂 我今天聽他質詢的時候 我聽到這一段 我那時候心裡還想說 我怎麼那麼貼心 關心新進委員 假好心啊 假好心 其實是他要更多 對 因為國防部跟海軍都學乖了 以前國防部跟海軍很貼心 原文一份 翻譯本一份 你知道嗎 在戰規師我們晚上要 拉夜車來搞翻譯啊 翻譯不好還會被罵 那現在不用啦 不用啦 我們這個立法委員都是高素質的 而且馬文君招委是老委員 他絕對很清楚 所以就跟你原文啊 對啊 原文有學問啊 原文還可以保密啊 對不對 那馬文就傻眼了 你知道嗎 難怪提出這麼貼心 對 所以他又不能說 他又不能說我不懂 解密啊 他又不能說我不懂 他就說好多新人啊 都不懂 所以你們要寫得仔細一點 國防部就心裡講 不懂了自己來問 問的話就要簽保密切結 那百年的馬文君不會去 因為他有那個保密切結障礙嘛 對 他有保密切結障礙他就不會簽 那另外我講到這個 王玉銘委員 王委員現在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啦 兒福每年他說支出在 薪資上面兩 將近兩億 一億九千萬 將近兩億嘛對不對 他的員工人家說 本來說 哎呀你社工只有三十 沒有我有三百 就算你四百好了 那平均一個員工多少錢 五十萬 年薪五十萬 五十萬 那請問有嗎 三萬多塊而已啊 對 對不對 那你請問你這個分配 是什麼分配 你怎麼分配的 是不是高層分很多 你這個薪資結構 是什麼分配的 對不對還是你的董事長 跟執行長是 義工 志工不領薪水 怎麼可能 要不要公佈一下 所以說王玉銘是委屈啦 人家從執行長變立委 虧很大好不好 虧很大 立委理那個幾個錢 執行長開玩笑 對不對 那才是生意啊 所以我覺得 你出來召集這個狀況 第一件是 講清楚薪資分配的結構 你到底每年一億 一億九千萬 怎麼分配的 為什麼志工老四海 他的待遇不夠 基層拿多少 高層拿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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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錢放定存 還可以錢買了辦公室 然後還可以有那麼多的定存收入 定存不多啦 定存加貴限不過27億而已 對 不多啦 對那一年的那個 知識的利息2700萬 對 所以我才講 我還沒有拿過20億 不要啦 兩億一億的定存單 我都沒看過 20幾億 所以我覺得王玉銘出來 講清楚啦 你不要說人家黑你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當事人 最後你變成仲裁者 這問題很大 對 在軍中對不對 有一個人酒駕 然後要出來開這個 酒駕的檢討會 這個酒駕賓說 我來當主席 像話嗎 沒錯 酒駕檢討會 最後那個賓說 我來當主席 為什麼你當主席 因為我酒駕我最清楚 所以我要當主席 沒有這回事的吧 所以我就要講清楚了 酒吧 酒吧 慶祝你 好 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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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